港台節目城市論壇這麼早在維園舉行 就近期奶粉短缺問題作出討論 期間就應否加強限制大陸旅客及水貨客來港展開爭辯 以前保安局局長身份出席論壇的葉劉淑儀 認為奶粉屬於必需品 應該對水貨客加熱打擊 郭芬說令市民安心很重要 好像食米一樣 現在人們食米少很多 應該還會做儲備商品 有一個心理上穩定人心的創作 還有你說奶粉商當然越賣越好 全國在香港訂購更適合 你限制的出境就算不可以完全倒絕 都是你的需求量大減 麥瑞庭也說了 相信如果一個生意生效 需求量變三成 這樣就會令到香港媽媽的奶粉供應穩定很多 女法局主席田北俊就說 要分清楚打擊目標是旅客還是非法的水貨客 女法公司做事來搞清楚 為我們支持的遊客來香港 不是支持非法在香港做事 是有水貨的水貨客 所以從旅遊法制度來說 是退款旅遊 在外地人是不會因為我們限制 奶粉這個出口 對香港有了惡感 身兼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副主席的陶謹申 就說需要先看政府推出針對水貨客措施之後的成效 限制大約1.8公斤 我覺得做一個臨時措施我覺得是OK的 因為始終有一個擔心 究竟是不是真的 但是現在高毅民都說了 三天後就知道了 因為三天後訂貨就要送貨 如果真的送不到的 那就宣佈了 但是如果一路實行這個訂貨制是有效的 也都一路舒緩回 例如春節之後 可能就變成大家的想法 想的時候就可以比較合理一些 不用這麼衝忙的頭 還有我相信市民會更加要考慮多些大原則的問題 好 謝謝 北區議員文建聯中委劉國勳 就認為政府措施能夠有效解決水貨問題 減輕市民購買奶粉的固定 我自己過往和一些藥房又或者受貨員去談的時候 他們跟我說其實奶粉的供應是不足夠的 可能是一些代理 他們每一年都有一個每年的生意額要去做 每年到年比的時候 他們覺得夠了就不會供應太多 這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你看到在政府跟一些供應商談完之後 他們可以由50萬貨變成100萬的供應 所以這次政府的措施 我覺得兩方面都保障得等 市民和學生就多次反映奶粉短缺問題嚴重 又認為政府需要立即推出針對性措施 加強打擊水貨活動 我覺得大家今天的討論的重點 是否應該放回 其實自由行並不是導致這個問題出現的 一個最核心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香港政府是很無能為力 那其實整個應該要做事的 其實可能是內地政府要規盤這個藥物 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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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這些內地植物安全 有市民批評葉劉淑儀提出引用儲備商品條例 是來自網民意見 並非原創 又向葉劉淑儀致送牌簾 封設她抄襲的行為 在儲備商品條例 我希望葉劉淑儀尊重一下 儲備商品條例是一班時事博客 她提出你不是原創 我在這裡把這個牌簾送給你 多謝 請你下台 而田北正在節目完結之後 回答記者提問 重申 自由行實施以來對本港帶來經濟效益 但就可以研究 將一簽多行修改成一日一行 以倒絕水貨客 香港天樂記者 陳浩堯報道